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阶级平台的格斗游戏狂热格斗 这款游戏由一家韩国公司制作,最后SNK1994年发行 你能够在游戏当中看到大量的当年的经典格斗游戏的影子 一共八个角色可以选择,我选择了美性,也叫美雪 人物使用技能的时候,招式的名称会出现在人物头像的下方,你能够看到 它会双爪击,太风脚,反动机,还有回旋风 另外还有一个超杀,人物使用超杀需要血量闪烁 这样可以无限制的使用,因为游戏没有加入气槽的系统 一会儿咱们,血量闪烁了,给大家演示一下他的超杀 超杀的性能还是不错的 一个突袭技,跳上去,只要手抓到人了 这个超杀就算成立了,命中 大概能够打一半的血 好的,我的血量是闪光了,这样咱们可以用 确认之后,就是一个乱武技,伤害非常的高 游戏的流程,前面有八关 打这八个常规的可选角色 打完之后,后面有两个boss 第二关,第二关打的角色叫做赫莫尔 来自于德国的武术家 这款游戏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招式十分的难出 很多时候大家看我不断的挥拳,出腿 其实呢,我是在使用必杀技 但是招式没有拖出来 就导致了,人物不断的使用其他的招式和技能 甚至进行前冲或者后退 这都是很常见的现象 没办法呀,招式太不精准了 其实游戏的手感也相当的糟糕 按理说1994年不应该做出这种水准的游戏了 并且这款游戏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可以看见很多 街头霸王 还有龙虎之拳 等等其他格斗游戏人物的影子 包括人物的形象 还有招式 美性刚刚那一招太疯脚 就是踢下路啊 大概踢了30多脚 这个打男性角色实在是太残忍了 但是他这招偏偏又非常好用 控制力很强 并且呢 你如果跳跃攻击到对手 下来直接可以接一招 因为这款游戏的连续技实在是太难掌握 太难用了 美性最简单的就是跳跃攻击 然后接一个太疯脚 这招我觉得可以起个其他的名字 叫做钻子绝孙脚 一个投机 游戏的操作剑是四个 轻拳轻脚重拳和重脚 投机是近身的情况下 按前重拳 太疯脚真正掉血的时候是最后一下 现在打的这个角色叫做格鲁 看起来就像本田啊 你看我的血量现在多 马上啊就红了 游戏的偶然性还是非常大的 你感觉两三秒的功夫 可能你的一条血就要见底了 我刚刚感觉自己占尽了优势 转眼 我的血量也空了 好在咱们空血的状态 血量闪烁的状态 可以无限的释放超杀 而且呢 这个超杀的性能还算是不错 现在打的这个角色 大家看他的名字 执意呢 好像是青岛 但是你如果把明和性调过来呢 就叫淘青 看起来是一个武僧一类的角色 有一点像李烈火 哇 他这招霹雳脚啊 看起来踢了好多一下 第二局 还会飞行道具 前面头发攻击这一下 很突然 他也中了这招下路的腿 我感觉这招防着 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血量又红了 击中 这招的好处啊 就是他跳出去那一下 就是进行确认的 即使在空中确认到 也算是命中了 这款游戏谈不上剧情 就是这些武术家 在一起 争夺格斗大会的冠军 这里是游戏的第一个奖励官 就是砸这些瓦片 连击 看你的手速快慢了 我的手速其实是按不下来的 这里我开了连发 不开连发肯定是不成 大概能按个一半吧 而且我这个键盘啊 感觉现在这个 这和K剑 常用的 要按透了呀 这两个键位已经明显凹下去了 好的 现在打的这个角色叫做金薰 你看他的技能 就有板击梁的影子 感觉这个人设啊 样子啊 也像 我的天 也中了这招啊 这 下路中了这招 吃了大亏 脸还被挠了 我记得上一期我跟大家说过 韩国人的名字 读法 写法是不一样的 这次我是比较确认他叫做金薰的 因为这是来自于官方的设定资料 我的天 他也会这招啊 但是你踢我 没有用啊 对吧 这个超杀 这个超杀不错呀 可以直接的跳过对面 雪条闪烁的阶段 否则对面如果放超杀就不好办了 这些人物的超杀都非常突然 判定也很强 咱们挨了一发基本上就没了 现在打的这个角色叫做尼克 有资料说 他的人设来自于古猎 但是我觉得差的比较多 除了背景相似 军人的身份之外 他的战斗风格和古猎完全是两个事 不过他的下青角我看着很眼熟 想不起来来自于谁 可能是有一点像 好雪四一族的虎 但是脚没有那么长 我觉得他好像至少吃了三剂太风脚 这个已经踢烂了呀 鸡飞蛋打 这个游戏人物也是会晕的 短时间之内遭遇很多的重击就会晕 但是比较难见到 大部分的情况在晕之前 人物已经挂了 一共要打十局 咱们打了几个了 现在打的这个是主人公 叫做韩贝达 他呢 感觉有街霸龙的影子 同时呢 有一些招式好像也有一点像板鸡梁 这招看起来太狠了 好像是摔跤的姿势 有一点那招断头台的味道 刚刚这招蒙虎拳往哪摸呢 一个超杀带走 我感觉我很占有势了 我的血条又空了 又是蒙虎拳 摸一次没摸够啊 我刚才他这招波动拳过分了啊 太过分了 这和波动拳有什么区别 这边空血了 我的天 我的血要空啊 我还晕了 他打了我一下 这局好险 感觉我几乎是满血 三五秒吧 就被打没了 又是一个奖励关 这个奖励关是打这种表演板 应该是打二十个是合格 但是这个跳跃的手感实在是太糟了 我争取吧 看能不能打二十个 免性这个衣服看起来实在是不像格斗家呀 我都怕他打着打着掉下来 这种衣服应该是不适合做大幅度的动作 所以好像你选人的时候你选他 他就会有一个整理衣服的动作 往上提一提 现在打的这个角色叫做魔术扣篮 可能是来自于魔术师 MBA的魔术师 这招旋风 这也不是篮球动作呀 我用了三个超杀才击中 到游戏的后期 难度明显是变高了 我这点学里就是一下 后面也有球啊 也有篮球 后面也能看见球 但是那个球好大呀 他们有没有机会再回屏幕的右侧了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比例不太科学吧 好的回来了 大家看见了吧 这个球夸张了呀 一般咱们玩的球有这么大吗 常规的角色应该是打完了 后面是两个boss 小boss呢 叫做跆拳大师 跆拳大师的攻击力比较高 手能够伸长 有没有想起街霸的达西姆 感觉这个造型 也有一点像 恶狼传说的那个老爷子 他身手好像是投机 一个超杀 从他的飞行道具上跳过去了 刚刚刚从天而降的这招 好像是防不住 一招从天而降的长法 我想觉得他也不教我呀 哇 这一下好伤 这是怎么确认到的 我都没看清啊 我感觉对面已经跳起来了 这样还有一个最终boss 最终boss叫做空手剑儿 你看最终boss的造型 你就会想起恶狼传说的吉斯 这里能够看见 boss发出的一张邀请函 这个邀请函啊 非常像全晃九四 卢卡尔发的那玩意儿 咱们击败了前面的所有人 现在呢就要挑战最终boss 最终boss还是很强的 招式的判定 比咱们强很多 我们血红了 我们可以放超杀了 击中了 40%左右的血 一下就打没了 他向前突进这一下 叫生龙脚 这招很强 感觉是用脚画了一个三角形啊 他动作太快了 我不能看着他出招再进行反应了 我只能打自己的套路 又中了一个超杀 这样的话通关 女主通关的话 和其他人的通关画面应该都是一样的 他没有一个单独的结局 但是有一张图 是有关美性的 让给大家放一下吧 那好吧 这样一款阶级平台的格斗游戏 狂热格斗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